data.cdc.gov.tw 回到這個首頁嘛 這個data.cdc.gov.tw 所以他在這個地方 他是不是就會有資料 歷年登革熱病例數的資料 然後接下來這邊是不是 看你要去下載的是csv還是json 所以這邊是不是滑鼠右鍵 我就可以複製 複製那個捷徑 然後接下來到這裡面取得資料 web 就是更多裡面 我是來自於網路 來自於網路 例如說在這個地方 全部裡面一定也可以找到web web應該在其他裡面 web應該是屬於其他的 就是直接貼一個網址 所以貼上去 然後直接點確定 然後直接連到那個cdc 連接 那如果他網路上他今天晚上又在更新 資料我這邊就整個畫好的圖就直接更新掉 那只是請你們稍微注意一下 因為來自於網路的資料 會有這個問題 就是說這邊 這邊我們要把它改成utf-8 就是utf-8 這個 因為網頁的資料 它的編碼模式跟本機的編碼模式不一樣 本機的編碼模式是用 BIG5 對 就他在這個地方而已 然後直接點 載入 你看是不是 我就把那個燈隔熱的資料 直接放進來 我覺得你們一定要懂這樣子一件事情 所以 所以像他剛剛他是不是去畫那個地圖 我們沒有 網站裡面是不是也應該畫說他的那個地圖 所以我們藉由這樣子來去教你地圖好了 只要你知道經緯度就好了 可以嗎 嗯 我剛剛做了什麼事情 我剛剛只是 例如說打開一個 我剛剛是用IE打開 隨便 好 然後接下來請你輸入那個網址 輸網址 然後來去做這件事 重點是先摳它的一個連結 然後到Power BI這邊 我們其實是用這個Web來去貼上 然後這個網址 你就可以直接連進去了 記得把BIG5的模式改成UTF-8 好 來請你們動手先做到這個地方 你就可以使用開放資料了 開放資料來源處更改 目的這邊資料就跟著更改 好 我接下來呢 接下來 我們先來觀看一下 因為是要畫地圖 畫地圖 地圖最簡單呈現方式當然就是用這一個 好 這邊有1 2 3 三個 這個是畫區域圖 這個是畫全球地圖 這個是畫動態的 可是我當然很想要去教這個部分 這個部分問題是可能會牽涉到網頁的速度 網路的速度會有一些問題 我們來觀看一下 假設我現在選 這邊是不是可以看到一個叫做 縣市 感染的縣市 勾選之後 它就幫我去找出來 直接在地圖上面 這邊就可以直接呈現 那接下來呢 我是不是可以把確定的病例數放在 例如說這邊有圖例 所謂這邊是不是有精度跟緩度就不需要了 我們直接把確定病例數 例如說放在圖裡 我畫一個圖來去講 這個 你有沒有發現他就直接畫好這張圖了 就是這張圖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這感染的縣市 它是不是就用一個圈圈來去呈現 然後接下來 在這個地方 我把那個 確定病例數放到大小裡面 就是有的圈圈大 有的圈圈小 那 在這裡面呢 這裡面 我們是不是就可以透過這個點點點 再去找有沒有別種是可以有一個播放軸 記得我們有教過散佈圖嗎 可能有印象 那個散佈圖 它就可以按照日期別 我們這裡面是不是會有一個感染的日期 我們可以透過這個感染日期或者是 感染日期 或通報日期 這邊有什麼通報日 來 來去當作是我們的一個播放軸 不過這個工具它沒辦法去做這個播放軸 我只是要特別提醒你 如果有播放軸的話 它就感覺就很像說 例如說1月1號 各縣市哪裡有點 1月2號1月3號這樣子 一天一天去播放 播放我們這個感染日的這個通 確定病例數 這是我要請你們來去畫的 但是可能大家幾句話就會出現網路的問題 所以我想繼續來去往下分享 你看一下 當我們今天要去分析這個資料的時候 它裡面全部都是文字型的資料 只有這個是確定病例數 是數字型的資料 所以 變成那個 確定病例數是我們一個統計很重要的一個標準 舉例來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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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如我現在我用通報日 通報日 通報日 畫 確定病例數 這樣子一張圖 我們大致上就可以了解 例如說 這個是 20 1998年 然後這個是2002年 有看到 2002年 會以這幾個地方為主 然後接下來這邊 也是以南部為主 我們把那個地圖鎖定 不要讓它跑來跑去 這邊 地圖控制項 自動縮放 好 就是我不要讓它這樣跑來跑去 我意思是我 點到它 它不會動了 好 它這個意思就是 這邊是比較多的 然後 接下來這邊也是比較多 所以你去看 現在每一年是不是都是這邊 那當然我們會關心是這個點 這個點 現在這邊是怎麼樣 好 類似這樣子的一個 一個分析 我們就可以知道就是說 這個 2014年 以高雄為主 對不對 大家 就是一看就知道在高雄 2015年 欸 台南甚至高於高雄 好 所以我們是不是就可以 針對那個地理資訊來去做分析 我們在分析這樣子的一個資訊 就是說 為什麼 2014年高雄會這麼高 因為大家 可以預期應該大概高度是在這個地方嗎 可是為什麼2015年 台南跟高雄都會這麼高 這就是值得我們去分析的 還有 不管怎麼分析 你都要去想到那個行為 那個行為 舉例來說 登革熱 那個應該是會有一個擴散性的研究 怎麼樣去看擴散性 好 那 這些 這些我想 我們 不要請你去做了 可是 可是在這個地方 當你看到這麼多的資料 你能不能思考 就是說 假如說你只停留在 總共登革熱 登革熱 總病例數是多少例 哪一年最多 好 如果你只停留在這種統計的資料 那 是不是就比較可惜 通常我們會再進一步的 去研究說 它發生在哪一個地區 然後 那一個地區 大概從幾月份開始 到幾月份結束 有沒有季節性 然後 季節性 研究完畢之後 我們又再去研究說 這個 裡面 這裡面 這個 季節性 擴散性 是什麼 定義 這邊應該可以看到 它的一個擴散性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假設我們現在放大 把這個資料 往下 往下 因為我們只看這幾個月 它排序了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月 再過來這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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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看到嗎 就是 這是不是小小的 然後 接下來到這邊 到這邊 好 那 好像都是這個地方 所以 我們可能 以限制比來說 這邊 是不是馬上消下去 這邊 持續擴大 好 所以這兩個地方 它會有一個 可能 是什麼問題 還有 如果我們今天 看到那個感染限制完畢之後 我們是不是可以 可以再去看什麼 請把它 例如說感染限制不看 我們看那個 感染的相證 直接放到位置裡面 請看這個區域 例如說我點它 點它 你看我點第一個點 這個地方 點第二個點 是不是有增加 再來第三個點 這就是像擴散那種意思 好 然後請你們 也許 也許 這樣來去思考事情 就會了解說 我們 看到的 絕對不只是討記數據 而且可以看到 什麼時候 發生什麼事 所以 呃 大家去玩玩看好了 第一個 我先畫地圖 畫地圖 我用的是什麼 感染的相證 或者是我們不要用感染相證 我們用感染的限制 感染限制 然後接下來 甚至你還可以把 感染限制放在土利這邊 我們這樣就知道 這都是高雄 然後這都是 這應該是屏東了 屏東 那這邊就是台南 然後接下來呢 你在 這一張圖是按照日期 連續連續資料來去看 比如說看 第一個點 這是八月 九月 九月這邊是不是增加了 然後甚至你還可以去看 這個是什麼 台南的中西區 這個是永康區 好 接下來 這邊有一個很大的圈圈 高雄的三明區 而且這邊持續耶 好啦 請你們動手玩一下 這樣我們是不是可以知道更多更多不一樣的資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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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